2022妈妈年末颁奖典礼公开了表演阵容 新生代女团Eder以及Ab,Nugens,Losefium,Kabler,Mix全都参加 环流女团的更新迭代已经开始 今年将是新生代女团大规模拿奖的一年 妈妈大赏已经10年没有女团拿年度一轮大赏 好在Twist的存在,二年度歌曲没有变得太离谱 但该奖项也有三年没有女团拿了 今年大概率会出现,女团拿到大赏的情况 姻缘断层的Eder和Ab已经确定会包乱 寒流各大姻缘榜年棒受位 当然年度专辑,这种涉及销量大赏 Eder和Ab肯定是没戏了 但年度艺人和年度歌曲,他们可以争一下 而且有很大概率能拿到 无论是谁,都足以让新生代女团感到骄傲 2022是公认的女团盛世之年 几乎所有的一线女团,全都完成了回归 卖了姻缘榜的前十榜单,一度被女团作品霸榜 而各大姻缘榜的年榜关亚军 也被五代女团包揽 要是做到这样,还不能算是更新迭代 那就有点说不过去 四代女团战胜不了的是时间 作为IDOL,她们无可挑剔 五代女团的崛起是时代的必然性 通过2022年,这个女团盛世去完成更新迭代 也算是合适 IDOL还不舍 Eder解说我最新韩语 我爱你赞和订阅哦 那边忘了 别人 39 感谢观看